很高兴又跟大家拍个视频 让我们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首先很感谢网友对我的关注 然后最近有很多粉丝 还是在重复的问知情的一个问题 然后他们只要一跟我联系 就问我这个营销怎么做啊 然后我今天想提醒一下大家 营销有很多方法 也有很多方面 而且营销 其实你在营销的话 大部分在50%以上都是即兴的一个发挥 知道吧 即兴的发挥 并不是说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营销的 什么话术 没有的 当然我们有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些 比较常用的 但是我之前的作品里面都有说过 为什么你们不去看一下呢 对吧 如果说你一来就问我 营销从营销怎么做 那我想跟你说 如果我要跟你说的话 我不知道要说多久 因为你问的这个问题 太概括 概括的太多了 知道吧 你如果要问的话 你可以问具体一点 比如说地推如何做 比如说小区如何对接 比如说定气层如何对接 知道吧 比如说某某某 或者是超市如何对接 都可以 对吧 但是你们一来的话 就问我营销怎么做 那我想告诉你 你问这个问题的话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我要花很多时间跟你说 你是需要我 把一个一个的场景 跟你说一遍吗 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浪费多少时间 知道吧 首先你要有一个具体的一个 一个方向 一个具体的一个问题 对吧 包括之前我的作品里面 都有说到 这个小区如何对接 定气层如何对接 对吧 我都有说过 包括地推如何做 我全部都有说过 为什么你们不去看一下呢 对吧 如果说你们去看一下 这个多看几遍 多看几遍 同样的一个营销方法 你多看几遍 你就会知道从中的一些 这个方式 方法 对吧 你就可以摸清楚了 营销有很多种 有各种各样 不是说一句话 就能说好的 我刚刚也说了 有百分之五十以上 大部分的 都是完全靠寄信 发挥的 因为你遇到的 每一个人 他的性格不一样 对吧 你我只是 我在这里只是跟大家说一下 场景 比如说小区 电气层 地推 对吧 都可以 超市都可以 场景可以是固定的 你可以找这些场景 但是这些场景的老板 他们的每个人的这个性格不一样 对吧 他们需要的这个利益不一样 有些是需要 金钱上面的利益 有些是需要资云 有些是需要 这个 互相合作 达成共识 达成共赢的一个 方向 有的老板他有格局 有的老板他没有格局 他看到的只是 当下他能挣多少钱 知道吧 所以说你问我营销如何去做 首先 你要告诉我一个具体的方向 然后你 再 告诉我你 目前是怎么样做的 然后我告诉你如何去改善 这才是真正的一个问题 如果说你目前什么也没做 什么都没做 麻烦你看下我的这个营销的视频 然后你 你去做了之后 然后再来 回过头过来问我 如果说觉得没效果 再问我 是不是哪里没有做对 知道吧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营销方案 一个营销方法 对吧 所以说 其实我觉得家庭清洗 这只是一个小的一个行业 而且家庭清洗的价格根本就不贵 对吧 所以说谈不上需要很高深的一个营销方案方法 对吧 又不是说什么其他的一些很高大上的行业 当然我也不是认为家庭清洗 这个行业不 不高大上 不高大上 我只是觉得相对于某一些行业来说 没有那么深奥 没有那么深奥 知道吧 而且我从来没有说过家庭清洗可以挣钱 我目前也是作为一个兼职 多一份收入 我只能是这样说 多人多一份收入 但是任何事情都要坚持 你坚持过后你就知道 坚持的力量是有多大 你的收入是有多少 懂了吗 因为你目前你手里掌握的用户资云 对吧 可以让你往这个更大的一个业务量扩展 不一定是家庭清洗的 你可以把家庭清洗拓展到比如说销售 对吧 或者是更多的一个清洗项目 取甲裙啊 对吧 下水道都可以 我这里只是说打比喻啊 都可以 所以说我们要做任何事情 做任何事业 我们要看的 包括我们做人也是一样 我们要看的是一个长远的一个计划 我们要有格局 知道吗 然后我今天就是给大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 以后就不要 来了就问我营销怎么做 像这种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并不是说我不想回答你们 而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你这个问题太概括了 知道吧 然后最后还是谢谢大家对我的一个 所以不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小说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